陳昱峻導演他真的是我的貴人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覺得我應該不是 演舞台劇的那種大哥的女人 因為我演到他一個劇本 演大哥的女人 他說他就是喜劇演員 看起來就好笑好笑 怎麼會去演大哥的女人 後來他真的找我演那個喉糖 我從早上去就弄頭 弄完了以後 就有一個人空空的一個化妝間 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演什麼 一早化妝後拍到你幾點 拍到我的時候已經是傍晚過後了 大概五六點的時候 快天黑了 對 然後那時候因為不認識阿勳 就很白吧你知道嗎 就跟他講說 導演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你 我今天會拍到幾點 他說怎麼了 你有事嗎 我說我有事 你好像喔 因為 看他說怎麼了 你有事嗎 我說對我有事 他說你有什麼事 我說因為我要回去 趕回去看日劇 真的也是滿白目的 她說什麼 他說你要看什麼日劇 我說唐本剛 開大結劇 對 然後就說這很重要嗎 我說很重要 他說好我盡量 然後我進去我就問他 請問導演我要演什麼 他說你就隨便演啊 我說不是 我武裝頭要我演什麼 他就說你聽過孟江女嗎 我就說沒有 他說這就是孟江女要找他先生 他先生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們的對話就很白癡